覆蓋率现在持续的提高当中 但是问题来咯 最近全世界各国 接二连三一个一个爆出突破性的感染 换句话说 就算你打了疫苗 就算你打了不止一剂 打了两剂 疫情还是照样爆发 好即使你完整接种疫苗 仍然很多人仍然染疫 先来看看像是南韩 南韩的卫生当局就指出了 南韩突破性的感染案例 已经高达了1132例 最近更是首度出现8例突破性感染 患者发展为重症 还有一例染疫死亡 另外还有来看是在加拿大 加拿大的卫生部呢 提供的最新数据也显示了 在780万完全接种疫苗的 加拿大人当中有85人 接种之后不幸的染疫死亡 也发生了突破性的感染 而另外呢 美国的非盈利组织研究也发现了 完整接种疫苗之后 突破性感染几率呢 虽然是不到1% 但是所有突破性的感染病例当中 74%都是65岁以上的长者 好那我们台湾呢 赶快来关心 台湾接种第二剂疫苗之后呢 零到13天内 还是发生确诊案例呢 有3例 好另外呢 满14天之后 接种2剂哦 2剂都打 2针都打了 但是满了两个礼拜之后 还是确诊的 还是有6例 也就是所谓的突破性感染 指挥中心发言人呢 就说 这些都是没有并发症的轻症 先带您关心 我们第二剂接种后确诊为COVID-19的 那目前如果说是以第二剂接种后 零到13天的有3例 那这3例 都是没有并发症的轻症 那另外如果是第二剂接种后4天 以上的 总共有6例 那这6例也都是 没有并发症的轻症 那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有所谓的 疫苗突破性的 的部分大概就是只有6例 就是指 两剂接 完整接种后的第14天以上 就是只有6例 那占我们的突破性感染发症比例 约 百分之 0.002 真的恐怖 就算你打了两针 还是会有突破性的感染 而另外来关心今天新北新增14例的本土个案 让市长现在很忧心直呼 这个数字有点多啊 尤其才刚刚开放下餐饮可以内用 可能很多人开始跑去餐厅里头吃东西了 现在爆出板桥某个小型医院也爆发了群聚感染 而板桥圆某中山店也有员工经报确诊 852位的员工当中已经筛检521位 目前全部都是阴性 但是市长侯友宜说 新北的传播链目前还没有断裂 只要一有异常 马上就会把警戒再调回三级 我们新北市的远东百货的板桥中山店 那这个中山店现在是因为有员工确诊 那员工是来自于家庭群聚的个案 所以感染人非常清楚 那这个家庭群聚的个案 在中山店上班 所以我们昨天知道一框列 我们就要求在同时就要启动 业员工已经PCR养了以后 全管就清销 今天停业 然后有852位员工 我们启动安心企业快筛计划跟设计快筛 所以目前到现在为止 今天已经全部在筛检 筛检到现在是筛检了521位 全部都是阴线 我们一定要持续的筛检完以后 那事务检查后清销筛检 还有健康监测管理合格以后 方可复业 目前为止 所有的管都已经在清销 并停止研业 最重要的 所有的员工有852位的员工 要全部筛检 筛检阴线以后 才可以开始护业 要拿阴线证员才可以入场 目前852位员工 已经筛检了521位 全部都是阴线 所以我们一定把所有的钱管 全部匡列全部筛检 相对的有公布筛检 有4人朋友 在我们公布筛检的当天 有到原保 可以到我们社区筛检站 来做好筛检 该医院的外籍看护都是住在宿舍 也都施打了疫苗 目前是除了确诊案例外 其他都已经在居甲隔离中 取得EUA钱就大量生产 城市中拿蛋糕比喻 都会有失败的风险 不过这话让台北市长柯文哲怒 吃坏东西顶多 拉一拉就好 疫苗是打在人体的 有考虑到人民的性命吗 最后更直言 民进党的疫苗作为到现在 都无法说服他 带你们来听 第一个 做蛋糕 了不起就拉个肚子 如果做坏掉 吃一吃拉肚子就算了 疫苗这个事情 如果打下去 有副作用或什么 打在人体里面 更何况还牵涉到有效没效 还有很多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医学界的人士 不懂就算了 你知道吗 可是我们就看得懂的人 就更加愤怒 我知道今天下午 陈思忠有讲那个说 有记者问他 他就说你不打 他要别人要打 我跟你讲 执政不可以这么傲慢 为什么台湾会没有疫苗可以打 为什么台湾人民 一定要逼大家去用那个高端 所以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 有必要 有必要这样硬干到底 我认为这件事情以后 会记在民进党政府的 这一笔很严重的账 会记在老百姓的心中 就说你到底是有没有把人民的生命 放在你的考虑里面 到现在为止 民进党在疫苗所作所为 没有办法说服柯文哲 只是这种东西就是积息民怨而已 我真的是无法理解说到底 到底民进党是在想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事项 这么坚持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我无法理解 台湾五月新冠肺炎大爆发 现在疫情趋缓 终于逐渐的解封 但要恢复正常生活 关键还是在疫苗的覆盖率 前立委审负雄爆料说 蔡政府曾经婉拒美方提供的BNT疫苗 来听他怎么说 我的那条线是非常确实的 而且价钱是相当的便宜 那我拉线的结果 比郭董还便宜 当然 这个我也告诉郭董 郭董点点 我告诉你 那为什么会这样 你听我讲 你再插嘴 那我这条线一直拉到 賴清德副总统 他说他不能管吗 因为我认为在这方面 陈时中以外 谁比他更大 就是陈建仁 然后賴清德 但是我也晓得賴清德在总统府里头没有声音 而且他也不管这个事情 我真的我要把电话给他说不容易用 我后来透过林俊县委员 我们看的行 是对国家一个贡献 他如果贪不胜 是尽一点心意 差不多一两天以后 Email给我 他怎么讲 我美国的朋友非常高兴 他说恭喜我们台湾有疫苗了 因为賴副总统有回电给我 说够了买够了 不需要我们帮忙 你知道 所以我那条线就从此就结束了 等一下 告诉他台湾已经够了的那个时间 是郭台銘买到疫苗 在前面 好前面 那怎么会 我们不够啊 所以中央 尤其是高层从总统府发出的讯息 是不一致的 我觉得那个时候 你不要冤枉賴副总统 我觉得賴副总统是有听到我的话以后 他有回去 尤其是向更高层查的结果 就说我们现在对外的交代 就说我们够了 我们下期就说我们下期杀了 我们下期杀了